大家好,歡迎來到飛達媽與卡諾B的頻道 我是飛達媽 話說在我住的屋苑裡,有一個暫託聯絡群 目的就是讓太太們互相合作 例如有些時候,有些太太有些突發事要處理 而那件事不可以帶到小朋友出去 這個聯絡群就發揮功用 因為它可以在聯絡群中趕下時間地點 一些詳情,看看其他太太能否配合時間 之後就幫忙看著小朋友 讓太太去處理重要事 因為我也是一個全職媽媽 而之前我也有看到兩個太太 也有發帖文想找幫忙 那我時間也能夾到,也許可 所以我也有幫兩個太太去看她的小朋友 而今天我想分享一件事 就是關於我幫忙照顧第二個太太的小朋友 所發生的一件事 第二個太太的小朋友 是一個讀K2的女生 而我的任務就是 十二點多時就在樓下屋苑大閘接她放學 之後就跟她吃午餐 吃完午餐之後 就要送她到屋苑樓下的活動室上慶除班 之後就再接她上去家 再等阿太放工來接她 流程就是這樣的 當日吃完午餐 準備送她到活動室上課之際 我才想起 咦?上興趣班 要不要準備一些用具 那我就問阿太 阿太就說 給她一支圓筆 那好吧 我就想去女兒的書包拿圓筆 她也上學到幼稚園K2 照道理應該有筆袋 那怎知道 女兒就跟我說 我們沒有筆袋的 那當下我就 咦?沒有筆袋? 就有點驚訝 因為我不知道 原來K2還未需要筆袋 或者不需要大筆 那我就在家找 看看有沒有原筆 但不幸運 因為平時我們不多需要寫字 跟卡羅B又未開始花學 所以在我們家 真的筆都沒有資 然後我反轉了家 就找到兩支原筆 但是還未刨的 那我就跟女兒說 慘了 我們家裡沒有原筆 那怎麼辦? 你怎樣上學? 那女兒就跟我說 不要緊 我們回到家裡拿 我記得家裡有密碼 可以進去拿 那我們就趕快回到女兒家裡 等她拿完一支原筆 然後我們就趕快回到活動室上課 幸好順利完成了阿太給我的任務 之後最好笑的是 女兒回到家裡又跟阿太說 然後阿太再跟我說 為什麼你們家裡沒有筆 那我就解釋 對啊!因為我們平時都不用寫字 那卡羅B又真的還沒上學 所以我們家裡 暫時不會有原筆 這件事出現 但就經過這次這件事 我就馬上出去補給家裡的文具 就算不用 但也要有一支 這就是我之前暫托的趣事 其實我真的覺得這件事挺搞笑 不知道你們聽完之後覺得怎樣? 會不會覺得很匪夷所思呢? 還是好像阿太反映一樣 會覺得 咦?怎麼可能沒有筆呢? 歡迎大家DM我你們的看法 這次就先分享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用寶貴的時間去收聽我的Podcast 記得聽我的Podcast 分享我的Podcast 另外就看我Youtube的影片 Follow我的社交媒體 如果想跟我聊天的話 也可以在各大的社交媒體 DM我或者留言給我 那我這次就先說到這裡為止 我們下一集再見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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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收聽